大家好,我是Stan 外婆是亲母事件,大家还记得吗? 就是去年2月在韩国Kumishi的一个住宅 发现到了没有生命迹象的3岁女童 而透过DNA调查发现到 这位女童的外婆其实就是亲母的事件 当时在一审的时候 法律根据三次的DNA结果以及各种科学证据 判了石某有期徒刑8年 但是外婆石某坚决否认自己生过孩子 不承认DNA检定结果而上诉了 然后在前几天的上诉审 大丘法院也是跟一审一样 判了石某8年的有期徒刑 而石某的女儿 也就是原本以为是3岁女童的亲母的金某 在上诉审被判了20年 被换掉的孩子去哪里了? 对那个小孩子做了什么也要解开真相 为了保护自己生下的孩子 对自己的孙女做了什么事情 一定要调查清楚 让他接受惩罚 可怜的孩子们 大人们对不起你们 才8年 判得也太轻了吧 两个小生命都消失了 所以另一个孩子到底去哪里了呢? 目前警方还是没有找到另一个孩子 也就是石某的孙女 女儿金某生下的孩子的下落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出演七根武里哈哥能的两位女爱豆 在七根武里哈哥能第二集的教室墙上 贴着两位女爱豆的图画 第一张是欧麦格尔的宇娅 第二张是TWICE的子余 哇 粉丝们好厉害 这怎么找到的? 哇 能找到也好神奇 宇娅 子余超漂亮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好种工作的越南文 过年的时候亲戚们都会聚在一起 而长辈们就会对晚辈们说一些祝福的话 或者是安慰的话 今天韩国一位准备大学毕业的网友 上传了自己听到的祝福 听说越南文很好找工作 不需要担心 他是太语专业 你在说什么? 我是马英语专业 马英语是什么? 在马来西亚与印度尼西亚部分地区使用的语言 印度人口很多 前景应该会很好的 大家都在给他希望 但是都错了 哥哥大家都很正能量啊 长辈们不太知道 但是努力想要说好话的样子 真的很温馨 在这种家庭成长的话会有多吼呢? 头羡慕这种温暖的家庭 那么 大家今年都听到什么样的祝福了呢?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虽然所属公司不一样 但是官方宣布不是解散的爱豆团体们 发文的网友也标注 官方宣布解散了 但是成员们表示没有解散的团体除外了 最近一起出演了综艺节目 最近有发表完全体专辑 Infinite 最近有一起出演团综艺节广播 Apink 张要发表完全体专辑 前几天苏庸介绍自己的时候也说是 专家系列的私用 妈妈母有点不一样的是 虚音只是个人专辑签了别的公司 团体还是跟现在的公司签约了 QA7 我们会走我们的路 我家粉丝合约也快到期了 希望也能变成这样 所以大家最期待哪一组的完全体回归呢? 好的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 我们下支影片再见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